欢迎锁电影TVBS2100看世界的线上新闻直播 我是谢家荣 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聊天室 留下你任何的意见来跟网友们做及时的互动 一开始马上来关心是两岸之间 在上周呢对岸才刚刚举行了联合力箭B的围台军演 而现在又立刻有动作了 是在平潭跟福州两地进行实弹射击 而这个地点其实距离马祖甚至是新竹 都是蛮接近的 那持续呢在对台湾来施压 而国防部的回应是对于这次呢 共军的例行射击演训 他们都有及时的全程掌握 共军对台主力部队东部战区公布照片 空军地岛部队实战化演练 声称时刻准备战斗 同时传出疑似因为共军在福建演习 飞往福建福州机场航班转将温州或厦门 航班延误率百分之百 机场官方没明说空中管制的原因 根据共军资讯 22日在福建牛山岛进行实弹射击演练 牛山岛距离北市165公里 距离新竹更近119公里 是最靠近台湾的岛屿 不仅如此还临时加码 福州罗园湾港区同一天实弹射击 罗园湾港区非常靠近马祖 被联想是否在回应 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在马祖提出的26共识 如果在这里我们能谈出真正的共识 那才叫共识 不像92共识其实不存在的虚构的 那这个共识也许我们叫26共识 用这个来谈以后的未来 所谓的26共识是在马祖江开放旅游的第26个军事据点 并非影射任何台语的谐音 罗文嘉更表示他爬梳了1990年至今 34年来两岸各自重要的文书往来 1992年的香港会谈 真正结论是各自争议 并没有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 我们不可能接受一个没有中华民国存在事实的 所谓92共识 两岸美共识罗文嘉呼吁 就像回到30年前搁置争议处理问题 但是国防部又争获共击17架次 其中11架逾越海峡中线 另有9艘共舰在台海周边活动 并表示对共军例行射击演续全程掌握 TV新闻综合报道 上一次的联合力剑逼演习 国防部的说法是呢 其实当天没有下达照反命令 不过现在有另一个说辞打脸了 因为呢陆军官职部的机部二营就说 当天早上10点钟 其实呢是有紧急召回休假的战备部队 为什么两边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六军团证实呢是因为有战备的需要 而国防部也澄清当时说呢 没有下达这个命令指的是全军 不过呢如果各个单位有需要的话 都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照反 大半夜拿起木桨奔向集合场 陆战队两栖专班学员的克难州 日前登场 冷水和苦茶交之洗礼 更得夜间30公里长跑 六天午夜不间断的密集训练 要让小蝌蚪蜓变成蛙人 刻苦训练培养精锐部队毕竟对岸威胁加剧 只是现在传出国安单位宣称 中共14日对台的联合力界2024B军演 我方前一天就掌握 不过备战部队却是在14日的早上才被紧急召回 14日傍晚记者会上曾斩钉截铁这么说 不过实际情况是当天陆军官职部机部二营 早上十点前紧急召回休假的战备部队 也要求外县市官兵需在两个小时内赶回 基隆外木山营区 六军团证实说官职部是考量部队战备应变时需 依规定执行紧急召回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难道国防部认为我们的国军单位都是各行歧视吗 这分明就是自我打脸 我们备战我们不避战 但是我们更重要是要了解情势发生的状态 兰英令委要求开审布公 因为纵观佩洛西访台和蔡美会之后的中共围台军演 国军要求部队政府主官不可同时零 之外战备状况均未提升 三军不曾任何召回战备部队或停止休假 军人应任务被紧急召回能理解 只是国人或许也觉得我方对敌情姿 掌握到什么程度有知的权利 TVBN新闻综艺 刘婷婷看不懂 如果我们的战备部队难道也包括消防员吗 因为之前赖总统呢 他在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上曾经提到过 要培育台湾40万的可视名利 不过有立委就质疑了 内政部消防署他们最近出版的TECC 战争前置准备 里面呢有一个部分就特别提到说 有时候最好的救护不是要试图来拯救伤患 而是要歼灭对手 就被质疑难道要消防人员也被战吗 记者会变成隋唐测验 国民党立委发现 总统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表示要组建40万可靠兵力 但才说不是民兵 却发现连消防人员都要上战场 伊拉克战争与反恐战争 造成致命出协的比例跟部位 所以他并不是在描述一个在台湾 可能消防上面所遇到的一个困境 所以我们的消防署 他现在所编列的这些预算 看起来已经是让我们的消防人员 在准备作战了 特别拿出这一本TECC教材 使用对象包含消防署 难道要承接军人义务了吗 而且为提升消防人员整体救护安全 预计采购防护装备 包含防护头盔防穿刺背心3326套 要请问赖清泽总统 跟我们这个内政部的部长 有买相关的防弹背心防弹头盔吗 未来要如何在战场上歼灭对手 基因若正要培训 但有让消防人员做好心理准备吗 另外在任性国家医疗准备计划 总共有90亿多元的预算 其中卫服部预算有76亿 却采用密件处理 内政部的8亿也是密件 经由国防部的5亿多 才调阅得到相关资料 这些钱捐给我们的政府之后 政府却把这个出版业务交给了一家 由民进党立委助理创办的公司 既然是美国民间的捐款 为什么不敢走公开招标 不是为了让民进党的友人 肥了自己的口袋 从预算到是否全民皆兵 再也诉求要做就应公开透明 至少让大家先有心理准备 TVB新闻程序年轩 台北长报道 赖总统在这个月初 大约是国庆前夕抛出了令 很多人感到震惊的祖国论 那我们的民调中心呢 做了最新的民调显示 有将近60%的国人 是支持这样子的说法的 不过呢很多人对未来的两岸关系 其实老实讲并没有太多特别的期待 认为呢跟现在的状态 可能还会是差不多的 甚至呢有人是看坏两岸关系 而且这个比例跟过去相比增加了4% 还记得总统日前抛出的祖国论吗 就年纪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 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 尽管前总统马英九不认同 但根据TVBS民调支持度 逼近六成不支持的仅二成六 独派的很多人还是对于赖总统 对于国家的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有意见的 所以我要请问院长 就是说你们如何去处理 这个深律独派的反弹 身为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 取的就是国家跟人民的最大公约数 不过国人似乎也新知肚明 未来两岸关系依旧差不多 过去没意见的有4% 认为变差变好的近1% 至于总统的国庆演说 满意度4成9 但不满意的也有4成1 这或许也跟总统的满意度有关系 看看总统就职满5个月 满意度又比百日掉了3% 信任度及实证信心也都微服下滑 至于卓文台部分不满意度 维持在34% 但满意度少了3% 另外卓内阁的不满意度 更是高于满意度7个百分点 会是因为有些不会 连自己人都不买单 委员方案这个我不晓得那个过程 但我所知道的是 其实四个方案都在讨论当中 这个拜托你回去了解好不好 高铁南野方案为何高雄方案起死回生 陈世凯的不了解只能靠卓院长救援 院长比部长还了解 请部长要回去加油了 这声加油透露的可能也是自家人的无奈 新闻新闻李国正气宽柔台湾报道 中东人民也非常无奈 这战争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昨天讲过了 乙军现在对黎巴嫩的攻势锁定的是 是跟真主党有关的金融机构 本来昨天的范围呢 比较是集中在首都贝鲁克 还有呢南部地区 但现在呢这个攻势范围似乎又更加扩大了 有消息就显示呢 乙军在过去24个小时是针对 真主党的300多个目标来进行打击 尤其是呢 金融机构的空袭范围不断在扩大 这个金融机构在当地总共有30多个据点 现在呢几乎通通都变成了以色列呢 首要来攻击的目的地 那乙军的参谋总长就提到了 他说呢会针对真主党 跟他们在贝鲁特 跟整个境内的金融网络 都发动更多的攻击 主要是因为呢 这个金融机构掌握了 可以说是真主党的命脉 很多来自伊朗的资金呢 都是透过这个组织 流通到真主党内部的 甚至呢金额一年金手的现金的来往 可能就会高达数十亿美元 也难怪呢 乙军希望可以从这个 一开始的最底层的地方 来斩断他们整个金融链 来瘫痪真主党的运作 不过除了跟黎巴嫩在打仗之外 他们跟伊朗其实也处得不太好 那甚至最近呢 有消息说他们也准备要对伊朗来展开反击 不过这个消息应该是呢 比较机密的军事情报 但是竟然呢 在整个国际社会已经提前被曝光了 伊朗掌握到了 那伊朗呢 他们派出联合国的代表呢 就透露呢 这个伊朗他们 以色列要攻击伊朗的背后呢 其实是由美国在扶持 美国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而且完全没有阻止以色列的意思 甚至呢 总统拜登其实呢 是授权以色列去做这样子的攻击 所以伊朗非常生气 他们就批评了 美国会为呢煽动以军这种侵略行为 付出代价 因为呢 如果一旦战争开打 很明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不只是以军要承受很多的责难 美国作为以色列的盟友 但是呢 竟然没有在这个时候跳出来 做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国际社会绝对无法容许 一团火球炸亮天际线 烟雾向天空蔓延 以色列炮火再次指向贝鲁特南郊 爆炸火光染红夜空 里巴嫩当地时间21号深夜 遭受以色列空袭多达13次 以军左右开工等白天揭示地面行动 被鲁特南郊两家医院被轰炸 至少4人死亡 20多人受伤 以军声称 已经消灭真主党52名军官 里巴嫩人民陷入战乱 流离失所 荒废大楼被当作欺身之处 竟然还被自己人驱赶 以色列打击真主党银行体系 并宣称一顾领导人纳斯鲁拉 利用医院作为掩护 在地底下打造一座金库 CNN报道 这是以色列第一次 针对里巴嫩金融机构袭击 不外乎就是要斩断金援 阻止真主党行动 贝鲁特南部多处金融机构 被摧毁 知名不仅家没了 连工作场所都变废墟 混乱局势不解反增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直接飞往中东 展开停火斡旋 美国大选倒数两周 布林肯再度轻访中东 这或许是拜登政府在选前 促成停火的最后机会 TVN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夕 很多人都在看是 俄乌战争 难道没有一丝丝要减缓的迹象吗 达了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现在呢 乌克兰军队承受到蛮大的压力 特别是在呢 这个战事白热化的地方 红军村现在呢 几乎是已经遭到了包夹 动弹不得了 红军村我们之前讲过呢 这里其实是呢 两军交汇很重要的一个 交通要道跟据点 那现在呢 其实包括在俄罗斯的军队部分 他们的人力已经增加到2万多人 总共114个旅 他们呢开始对 乌克兰军队做包夹 那这里呢 其实只有6000个人 所以其实你看到呢 他们只有116旅 59旅他们做的是比较摩托化的 这样子的整个攻势 那目前包括在东部 南部跟北部三个方向呢 都有俄罗斯的军队扑面而来 三方都被包围了 所以乌军的处境呢 可以是用进退两难来形容 那俄罗斯军队呢 他们的攻势呢 不断的在持续 除了做这个三方的包夹之外呢 也启动了非常多的滑翔炸弹 这样子的攻势 所以同时在进行这么多的战事 是希望能够消耗乌克兰的军力 毕竟本来就有了很多人员不足的问题 这个时候呢 更要赶快来乘胜追击了 不过也很令人担心的是 现在既然在红军村好像都取得领先 有没有可能会一路直攻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去呢 到时候战事可能会起非常大的变化 那俄军现在更有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外援很有力的援助 就是来自北韩 前两天我们说呢 有很多的这个照片影像都拍到 好像北韩的军队已经在俄罗斯来做受训了 那北韩是矢口否认的 但是呢 有人拍到了这个画面 你看到是北韩的旗帜 跟俄罗斯的旗帜在乌东并列飘扬 所以看起来是不是双方一起合作 然后达成了在乌克兰攻城掠地账的目标呢 所以很多人认为北韩恐怕呢 是跳进黄河都习不清 难辞其咎 因为这很可能 其实就是事实 那对乌克兰来讲呢 另一个坏消息就是 他们跟德国之间的很多的合作 可能要告一个段落了 因为呢 德国媒体报道 在交付最后一批军援乌克兰的装备之后 德国未来不会再提供乌克兰德制的坦克车 未来在乌克兰战场上 很可能再也看不到乌克兰同时有 三辆鲍尔坦克火炮齐发的壮观场面 因为德国国内传出消息 消息政府近期完成军武援助乌克兰之后 将不再提供包括鲍尔坦克在内的德制军备给乌克兰 德国媒体图片报表示 上个星期肖茨和泽伦斯基会晤后 允诺会在年底前提供乌克兰一批军事援助的声明 但是这批庞大的金额和援助项目 早在去年就已经获得联邦议会的批准 换句话说 德国是完成在此之前还没有履行的承诺 所以交付给乌克兰的最后一批援助以后 德屋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新签订的援助清单 这批装备包括了鲍尔全系列主战坦克 PCH2000自走炮 以及雕塑部战车 虽然外界预测 德国联邦国防军应该还有300辆 包含鲍尔坦克 PCH2000自走炮 以及雕塑部战车在内的现役装备 但是消息人士透露 在保证主战装备 妥善率必须达成70%的目标内 加上还要履行驻军友邦国家的多重压力下 德国确实已经没有多余的坦克 部战车及自走炮车可以远逐乌克兰 而且还不包含这些武器装备所需要的后勤补保能量 对德国来说 庞大的支出几乎接近军方现阶段所能负荷的临界点 无论是鲍尔坦克也好 或是PCH2000自走炮也好 德制装备的确在国际间有口皆碑 甚至被列为全球排名前十的高性能武器 然而这些世界顶尖的武器也经不起俄乌战争的高效耗率 即便乌军也想提高这些装备的战场存活率 但是面对战力不断进化的俄军 再好的装备同样会被找到薄弱处 尤其躲不过俄军无人机的侦查或是直接打击 乌军居高不下的战损比终究让德国感到吃力 如果再继续援助下去 只怕是心有余而立足了 然而乌克兰的坏消息不止于此 被泽伦斯基视为是胜利计划重要组成部分的库斯克战况 却越来越困难 俄军在东西两面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在苏甲东面 俄军收复切尔卡斯卡亚科诺佩尔卡之后 继续前推进入马赫诺夫卡 已经接触到苏甲外围的乌军 双方进入激烈争夺 西面的俄军也在刘比莫夫卡站稳脚跟后 继续向前压迫托尔斯泰卢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的情姿显示 俄军推进的动能很强 有消息称一支大约是连击的部队 更打到夏克林周边 而且小亚洛克尼亚方向的俄军也有动作 这对乌军防线来说确实是不小的考验 根据车臣特战队卡德罗夫军指挥官 阿劳纪诺夫的说法 俄军攻势之所以如此激进 是要引诱乌军进入战术口袋中 一举歼灭包围圈里的敌人 再回到乌克兰的战场上 红军村南面战事最为激烈的 歇里渡河道库拉霍一线 虽然近期开始这片区域已经进入下雨和降温期 但是仍有部分乌克兰官兵坚持固守在阵地上 就算防线已经相对空虚脆弱 乌军也毫无畏惧 他们说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很多条战壕不但有了积水 凝凝的投入也影响了部队的移动 尽管这些军人强调 即便所在的条件非常恶劣 但是老天也很公平 因为敌人的情况同样不会好到哪里去 然而这支部队的官兵也不会言 俄军比他们更占优势的地方 在于先进的装备和兵员数量 而且有情报显示 俄军试图在雨季到来前 尽可能加强攻势逼退守军 以便于占领更多控制区 取得更好的战术位置 来自高层的研判 俄军的意图是想要切断联系库拉货沃 到扎波流人之间的一切通道 无论是后勤补给 人员运送或是撤离平民 都将成为一大难题 虽然不断有消息说 北韩派出了精锐部队 来力挺俄罗斯 已经派到战场上去了 但是呢 现在有另一个爆料是 当中有18名的北韩士兵 他们集体逃兵 已经被抓回来了 那为什么要逃离部队呢 理由是 因为在前线没有任何的食物 可以吃 实在是无法忍受这么饥饿的感觉 南韩官方呢 除了批评北韩参战 违反联合国决议之外 现在呢 还决定派员到乌克兰去 来就近监控北韩的军队 新车记录器拍下爆炸 瞬间火光四射 俄军再朝哈尔科夫发射导引飞弹 炸毁住宅与汽车 连续两天夜袭 出动116架无人机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 其中59架被防空系统击落 不过国际间最关注的还是北韩派兵到俄罗斯参战 乌克兰军方才刚曝光北韩军人 在朝俄边境训练中心 领物资备战的画面 今天又揭露 有18名派到俄罗斯的北韩军人 竟然恶到集体脱逃 跑了60公里前攻进气 若被俄军抓回去 南韩国家情报院分析 北韩将派遣约1.2万人兵力参战 而他们则准备派军事情报人员 前往乌克兰监视驻扎当地的北韩军队动向 美国警告北韩派兵是危险举动 俄罗斯被问到北韩是否参军 答案却很模糊 乌俄战争已经陷入泥沼 北韩这时候为什么还要参议咖 专家分析金正恩是想借此提升战斗士气 专家认为北韩想从乌俄战争中学习 不排除接下来可能炮击南韩离岛或船只的可能性 如果两韩爆发冲突到时候俄罗斯就不得不还这份人情 TBS新闻综合报导 而现在在全世界呢原物料的产地很多都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温度非常高 导致呢全球的奶油供应量不足 像是在南韩今年奶油的价格跟去年相比呢一口气飙升了83% 所以让很多连带的产品包括像是蛋糕甜点都喊涨 而另一个坏消息是呢从下个月开始六款进口啤酒也要全面调涨 临近圣诞节和跨年不少南韩民众会买蛋糕庆祝 不过现在想要吃上一口恐怕要再多掏点钱 今年由于奶油原产地太热导致产量锐减 价格比去年上涨83% 蛋糕价格也因此涨到超过台币700块 而不只蛋糕接下来这项产品涨价 更会让爱喝酒的南韩民众哀嚎 六款便利店都能买到的进口啤酒 从下个月开始平均上涨8% 民众要多掏200韩元才能买到300毫升的罐装啤酒 500毫升则是涨了400韩元 水产价格的班级今年每公斤价格比去年涨了三倍 高利菜零售价一颗要价台币212块 较去年贵了四成 用来制作泡菜的白萝卜也涨价 比去年涨了47% 10月下旬部份工金预线比较强 价格也能保持安全 尽管11月高利菜价格稍微回稳 仍是11月史上最贵 让南韩民众较苦连天 Tuber新闻走报道 观众朋友您觉得人应该要为未来准备做打算 还是应该把握当下即时行乐呢 在南韩的年轻人呢 他们现在很奉行所谓的YOLO 也就是呢 You only live once 要把握当下即时行乐 这样子的概念 那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呢 与其为别人活 还不如为自己活 这个所谓别人呢 也包括了你的这个父母啦 亲人啦 同事啦 还有包括你可能的小孩 所以很多年轻人觉得呢 就算到了一个年龄 也不该呢 听从社会的压力去结婚生小孩 就算结婚了 也不一定得要有小孩 让南韩的生育率呢 是一路在往下降 像2020年 当时每个妇女只生0.78个孩子 到了今年呢 更是下滑到只有0.72个 所以不生小孩 你身上的钱比较多 有比较多的余裕 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以反而是 拉升了南韩的个人奢侈品的消费金额 已经来到了325亿美元 是超过美国还有日本的 那三十世代的储蓄率呢 其实也有缓步的下滑 从29.4到现在只变成28.5 不过社会学家就说了 这样的趋势 对未来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 可能都会出现很负面的影响 各式传统建筑 还有咖啡厅 就像走进偶像剧场景 还有著名的观光景点民洞 各种美食性 不少观光客慕名而来 但是看似光鲜 对韩国年轻人来说 生活压力可是越来越大 首尔房价飙涨 物价通膨 生活成本提高 年轻人努力工作 但离成家立业的志向 恐怕越来越远 类似我们这个年龄 20岁30岁的这群人呢 就看到自己的父母 特别辛苦 可能就不想要 附上他们的后尘 然后也因为房价太贵 然后结婚这些事情 也慢慢的不再那么受 传统的那个观念的束缚 所以就会开始追求 自己的人生 生小孩可能就会比 上一个年代的人少一点吧 在韩国生活好几年的雷小姐 观察到年轻人大多 还没有生小孩 主要原因就是 养小孩的代价实在太高 学费生活费 还得送小孩补息 费用很惊人 干脆当顶客租 也是可能大家都会害怕 生了一个小孩出来 教育费很高 然后当然养小孩的 那个费用也很高 更加少子的话 造成每个小孩 所需要的平均费用 反而是更高的 那很多人就认为 宁可不要乱生 就是不要生也不要乱生 也不要穷养 不魂不生 逐渐在年轻世代中发酵 现在也有更多人 开始当起 及时行乐的YOLO族 YOLO这一词呢 是源自于美国 意思就是 人生只活一次 而这样的风潮呢 是渐渐开始在韩国盛行 但是年轻人认为 为别人活 不如为自己活 所以过去传统的观念 卖房子生小孩 已经渐渐消失 现在他们工作赚钱呢 是来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 这样的情况 反映在消费数据上 根据统计 韩国平均每人消费 在奢侈品上的金额 是世界最高 2023年 每人平均达到325美元 相比之下 美国是280美元 日本是210美元 另外根据现代信用卡资料 韩国在百货公司 消费最多的是 20岁到30岁年轻人 其中20岁世代 近三年来消费倍增 占了12% 只活一次的人生 薪水用来买奢侈品 因为韩国央行统计 30几岁世代 2019年第一季 储蓄率是29.4% 但到了2024年第一季 储蓄率下降到28.5% 连同生育率也持续下降 2022年平均每位女生 只剩0.78个小孩 2023年更跌到0.72个 我觉得这个价值观 来自于这个现实环境 比如说我们讲极端气候 政治动荡 民主危机 然后你说经济贫富差距 越来越大 它其实是来自于 整个大环境的压力 推了一把 让这些年轻世代 他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回应 他可能已经表现在 他的消费行为 表现在他的休闲活动 表现在他的人生态度上面 其实出生率越来越低 是全球都得面临的课题 从韩国日本 还有台湾来看 房价越涨越凶 但薪资却是年年动涨 韩国走向yolo族 台湾则是月光族增加 但同样都是导致少子化的原因 价值观 它有它的正面跟负面 那我们看待年轻世代 我倒认为 应该反而从很买不起房子 然后实质的薪资下降 然后那职场的环境 对于生小孩 或者扶育小孩 并不友善 然后甚至有更多的 这种所谓抚养的这种成本 然后它不断的再提高 我真的认为 是该是时候的 好好的去讨论一下 人口政策 要解决低生育率 恐怕得从源头薪资 房价物价着手 否则对养育下一代的信心 只会越来越低 TVB新闻 余星海刘军台北 采访无头 而再来关注是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呢 他卷进的各种案件 又有爆料说呢 在他的随身碟里面 找到了十大提供百万元的金主 甚至呢 也点名了科技大佬黄崇仁 所以立基店今天举办法说会呢 他也变成媒体的焦点 中场休息时间 他一改之前强硬的态度 竟然突然脱口承认 低调不愿多谈 语气略显不耐烦 金元代工大厂立即见见法说会 董事长黄崇仁一现身 立刻成为媒体焦点 因为周而一早就被周刊爆料 金华城案 柯文哲USB水仙碟内 提供他政治现金的金主 金额超过百万的共十人 其中包括黄崇仁 回应周刊说的都是事实 只是黄崇仁并没有给柯P 政治现金 而是以介绍两百万的 网路调查标案 给募可公关承包的方式 回应柯文哲的薪资募款 只是黄董的争议 还不止一桩 大声强调只是 签署备忘录 因此跟诚信无关 日本SBI控股 去年跟立即电合作 新建金文厂 不过立即电上个月选择退出 被日本SBI控股社长 重炮抨击 形容他是无信不利 黄崇仁也有话要说 黄崇仁解释 他们原本只是要记转 但日本经济产业省补贴政策 要求立即电担保 必须连续十年量产 违反台湾证交法的风险 因此双方才会走向破局 第一个月的新闻 新闻小驴终于台北 讲过到 今天等一下一样 会有聊国际看美选的单元 请Joyce来为大家解析 今天最热门的美选话题 请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不过还是先来关心 中国大陆的经济 现在走向疲软 让鼎太风的生意 面临很大的冲击 有很多消费者会选择到 比较平价的餐厅去用餐 做我们实际观察就发现 像深圳的门市 中午的用餐时段 上座率只有五成 不需要排队 顶太风在深圳的均价是 145元人民币 相当于650块台币 定价是高端餐厅 因此他所设的门店 都是在高级的shopping mall 或者是知名的百货公司里 平日中午12点半 走进深圳顶太风店 消费者不到五成 店内最引以为傲的服务品质 依然让我们感到很熟悉 我们的包子 从原来的小笼包 从原来的五个 调整为六个小笼包 为什么五个变六个 我们家量不在家嘛 实惠嘛 员工特地介绍 现在一笼小笼包 多20%的分量 价格约新台币200块 换算下来 深圳的价格比台湾贵 20% 因为店租太高昂 对于外山城那边 这边来说的话 就是说六个四块钱也还好 但是如果说对普通地方来说的话 那肯定就不行了 小笼包一般的话 那普通的地方的话 也就是差不多 20多块钱这样子吧 不同的是 大陆的顶太风 多了很多甜的小笼包 例如核桃枣泥口味 小笼包吃的很多 各有各的特色吧 你们的品种比较多了 有各种的什么松露的 咸的呀 蛋的味道比较多了 口味比较 选择性比较多吧 顶太风8月关闭了华北和厦门 共14家门店后 目前上海 苏州 无锡 南京 嘉兴 杭州 宁波 广州和深圳 剩下18家门店 由上海广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经营 顶太风中午的来电客三四成 同一个商场的其他餐厅更惨 外头后卫的椅子上 熊比人多 里面零零星星 一两桌客比比皆是 你知道哪里人最多吗 美食街热闹了 当大陆经济下滑 餐饮业降价潮来临 顶太风高端小笼包的定位 被一部分的消费者放弃了 现在大陆吃饱比吃好更重要 TVB的新闻谢前夕 陈向如广东深圳报导 想要吃饱得赚钱 但现在大陆的失业率如何呢 我们来看是16到24岁这个族群 仍然有高达17.6%的人没有工作 那另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呢 很多企业主他们是拒绝雇用2022到2024的大学毕业生 原因是认为呢 他们是所谓疫情世代的学生 网络课程居多 实习时间太少了 陆媒标题点出 疫情班的应届毕业生简直受不了 由大学毕业生发文找工作碰壁 遇到雇主直接挑明 拒收2022年 2023年和2024年的大学毕业生 因为他们的大学阶段 几乎在疫情风控中度过 中国大陆的企业主对近三年的社会新鲜人 贴上疫情班的标签 遭质疑是莫须有的歧视 对于学生来说肯定是不公平的 毕竟疫情也不是我们能避免的 也不是我们愿意赶上的 说实话这确实是就业歧视 陆媒批评这样的现象不仅是实力倒向 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就业促进法 但是大环境确实工作难找 中午大陆统计局公布9月最新数据 16到24岁不含再校生的城镇失业率17.6% 比上个月降低不到一个百分点 人事平均将近每5名青年就有一人失业 可能原来是20个人的部门 我先缩减到8个了7个了 那我一个人必须一个顶一个的 对吧 所以我对人员的要求 可能比我4年前疫情之前 他对人员的要求就更高了 人力成本缩减 工作机会随之减少 对于中国大陆疫情是带下了毕业生 恐怕只能感叹运气不好 先有新冠疫情困扰 后有工作难找 TB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第三季的GDP成长率只有4.6% 不过官方仍然坚称 现在很多的活络经济措施 其实是有在发挥成效的 包括像是房地产融资白名单 这些要提振房市的政策 目前都已经慢慢看到效果 而且有信心 全年的GDP成长应该可以达到 保五的目标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在哪 让外送员气到冰德的原因 就是收到顾客的负评 这将导致他辛苦灰汉 所获得的报酬下降 对于每天在北京大街小巷内穿行 拿着餐盒与时间赛跑的小羊来说 类似情况一点也不罕见 从数据上来看 中国外送员的月收入 已经从2018年的1000多美元 到去年每个月只剩900多美元 缩水一成多 然而想要抢吃快递这碗饭的人 却是不减反增 而这么多人想要抢进快递市场 与年轻人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有关 大陆官方周五公布的第三季 城镇调查失业率 就比前一季升高0.2% 尽管官方坚称就业情势总体稳定 却重演去年下半年做法 对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盖牌 因为此前两个月 也就是七八月份的青年失业率 持续攀升 八月来到18.8%的今年新高 眼看就要追上去年盖牌前的 21.3%最高水准 不仅就业情况堪忧 大陆整体经济成长率 更是持续放缓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通比增长5.3% 二季度增长4.7% 尽管经济表现一季比一季更差 第三季的增速更创六个季度以来最慢 但官方仍然强调情况符合预期 并且对保五的全年经济目标充满信心 官方还称从九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与工业增加值的表现来看 显示部分行业已经开始出现复苏迹象 尤其在房地产市场上 更是积极信心喊话 房地产的开发投资 新建商品房销售等主要指标 降幅继续收债 特别是九月底以来 一手房的看房量 到房量 签约量 明显增加 二手房的交易量 持续上升 市场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大陆住房及城乡建设部 周四召开记者会 试图说服外界官方对于中国房市的大力支持 但明显无法让市场满意 当天中港股市都下跌 地产股更是跌得凶 记者会上所提到的房市刺激政策 包括年底前把房地产融资 百名单的信贷规模 从当前的2.2兆元人民币 扩增到4兆人民币 以及增加100万套房屋的货币化安置政策 也就是提供现金或者房票 推动城中村或者急需改建的旧屋居民换屋 来加速房地产去库存 但是这些都是已经提出的旧房政策总结 并没有看到更多有利的新措施 除了房地产这个经济火车头提振困难之外 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 如今也遭遇瓶颈 官方周二公布的最新贸易数字 出口大幅降温 9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年增率 仅2.4% 远低于8月份的8.7% IMF总裁就坦言 中国的经济体已经大到无法仰赖出口带动增长 必须转向消费驱动的经济模式 不然就得面临危险的经济增长放缓 然而当前现实情况却是 多数民众缩一节时连点外送的消费都降低 导致外送员被警察开了一张红单就情绪暴走 而为了赚取足够的钱过生活 外送员一天得工作12个小时以上 才能接到约30笔订单 获得大约960到1280元台币 勉强够活的日薪 这种勒紧荷包的大环境不仅是外送员 多数的中国中产阶级以下群众 恐怕都得面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正在网络收看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在我们的频道按下订阅跟分享 让你身边的亲朋好友知道 一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而用电视机收看的话 一样可以拿起手机在聊天室 跟我们做互动 现在呢进入秋冬 大陆的阳城湖大闸蟹 也是上市的高峰期 而价格也下降了三成左右 江苏呢每天有三架的祸鸡 空运螃蟹到深圳 这吸引了不少香港人 一大早就北上来品尝新鲜又便宜的大闸蟹 这座仓储位在江苏扬城湖 一箱箱包裹都是大包好的新鲜大闸蟹 大闸蟹因为气温偏高而迟到 直到近两天才是上市高峰期 因此物流中心24小时不打烊 我们把半次提交到五班 会增加我们出港的一个效率 大闸蟹从进港到出港 几乎都能在90分钟以内 进行一个快速的进出 为了保持大闸蟹的新鲜 每天有三架专门货机 从江苏运到广东深圳 目前的大概每天进港的螃蟹量 日均会在两万五到三万单左右 三架飞机都是满载的状态 整体的量是比去年多了30%左右 深圳的生鲜超市几满人 当中不少香港人是一大早过关 特地北上深圳 就了品尝阳城湖大闸蟹 现在大闸蟹价格 比九月刚上市时下滑三成 而且还有下调空间 但是却传出大闸蟹身上出现疑似针眼 被怀疑注射液体增加重量 这个螃蟹的它的肌肉纤维比较细腻 就它的存水力是极低的 给它打针的时候呢 就本身有可能角度不对啊 或者什么如果扎伤了它的内脏 这螃蟹就死了 就得不偿失 专家分析 要帮成千伤万螃蟹打针 技术上有难度 而且会大量死亡 所以螃蟹的针眼 应该是自然生长下 与其他螃蟹打斗碰触 留下的伤口 TV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呢 他最近造势的时候提到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他说签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 美国的制造业工作机会 都被中国大陆给抢走了 而他今年当选的几率有多高呢 英国的最新模型分析说 他会拿下312张选举人票 大胜贺锦丽30% 川普在北卡堪灾 大战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的火箭发射 是中国无法达到的成就 川普批评说 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 美国制造业都被中国抢走 共和党的栗兹潜尼 则在杜汉和贺锦丽同台造势 英国每日邮报做出最新选举预测 川普在选举人团中会大赢30个百分点 模型显示川普可能横扫7个关键周 拿下312选举人票当选 现阶段贺锦丽要极力挽回的是 逐渐流失的黑人男性选票 乔治亚非议选民表示 他们看的是政策 而不是肤色或性别来投票 认为川普政策更能引起公民 TV新闻综合报道 川普的政策真的能够引起共鸣吗 又到了我们今天 梁博记看美选的时间 让我们欢迎Joyce 嗨佳容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以及荣民 大家晚安 好我们今天一开始来看呢 就是现在的最新的这个 很多的预测 好像都显示 川普慢慢翻盘了 后来居上了 有没有打败贺锦丽的机会呢 对我们刚刚在前面 刚刚那一则新闻是提到 每日邮报的这个模型预测 我们再带大家看两个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美国媒体所做的预测 我们首先来看 美国的这个是 国会山庄报最新的预测 他呢 我们先从时间许也带大家看 其实他在八月下选的时候 预测这个贺锦丽 胜选的几率是比川普还要高的哦 50多趴 川普只有44到46趴 差百分之十很多 差百分之十很多嘛 对而且那时候贺锦丽算是身世纲 蛮上面的 因为他七月的时候才代替拜登 要来参选 好但是呢 到了十月初 到了十月中的时候 两个人的这个差距 其实没有到很多 几乎是持平的状态 状态一半一半 但到了十月二十发布模型的这一天 是这个模型发布以来 川普首度胜选的几率 达到百分之五十二哦 超越贺锦丽的百分之四十八这么多 那这个国会山庄报 他就列出了几个关键哦 他讲到说呢 川普他在这个威斯康星 还有密西根州 他的民调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两州其实算是 三个蓝墙州里面的 其中两个嘛 对但是他这个上来了 在亚利桑那甘乔治亚 还有北卡罗埃娜州 川普也稍微领先的 那贺锦丽的优势在哪呢 在宾州 宾州他是 在这个摇摆州里面 还是挺他的一个州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他这个 十月二十一号的这个最新预测呢 八月其实跟国会山庄报蛮像的 大部分就是觉得自己没有是 特殊政党偏好的 或独立选民这一类的 如果你硬问他的话 我还是选择是贺锦丽 但是你看哦 十月十四号 十月中了 川普跟贺锦丽只差三个百分点 到了十月二十一号的时候 川普超车了哦 五十四比四十五 你看川普从四十八到五十四 进步了百分之六 结果贺锦丽反而是退步了六趴 相当大的一个差异哦 两个月就风云变色 对而且呢 这个经济学人他的模组预测 还讲到说 川普他这个选举人票 如果是用这个选举人票中位数的估值来看 其实他已经超越了276张了 贺锦丽是262张 所以这个在贺锦丽的阵营来看是有一点点紧张的哦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摇摆州谁领先 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份民调 是华盛顿邮报所做的民调 这份民调呢 这个贺锦丽看起来可能会稍微安心一点点 但我也只能说一点点 怎么说呢 其实这七个摇摆州 贺锦丽他暂时领先这四个州 乔治亚密西根 宾州 威斯康星 那在内华达两个人是打平的 亚利桑纳跟北卡罗来纳还是川普赢的 那我们来看到选民其实关心哪些议题呢 这个华盛顿邮报他这边也讲到了 经济跟移民其实是选民最关心的两大议题 但多数选民还是觉得川普比较能够handle这些事情 那气候变迁啊犯罪啊 这个堕胎等等的话 谁能够处理的比较好 其实是贺锦丽 但是因为选民还是比较重视经济跟移民 这两大 那如果说撇开摇摆州的话 我们看全美来讲的话 你看49%贺锦丽 48%川普 其实两个差距1% 这根本是在正负误差范围内 所以你要说他们两个 有目前谁领先比较多吗 真的是很难看得出来的 是所以其实可能最后决战呢 还是要看到底谁在民生经济议题上 能够抓住选民的心 毕竟是跟大家生活比较切身相关的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珍怡为我们带来 聊国际开美选的单元 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邀请珍怡来 谢谢佳蓉 好那另外我们还要来看呢 就是在另一个摇摆州 乔治亚州的部分 这里其实今年也是川河两个人 站得特别特别的激烈 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大选有所谓的提前投票 现在其实已经正式开跑了 我们的特派记者尼嘉惟也感到当地区跟选民聊聊 他们大部分呢还是比较支持贺锦丽的 目前呢全美的提前投票进度到哪里呢 我们来看下回的报道 我们在乔治亚州的Cup County 一个提前投票所外 一般认为提前投票应该是以民主党支持者为多数 但我们也有遇到有支持川普的人提前来投票 这两位是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真正的手头组 两人都支持贺锦丽 投票所外随机访问完成投票的选民 爽快分享票投给谁的全都是支持他 谁你选择了? Democrat 我当然是投这个 Harius Dah this future in his hand I'm worried I'm really worried I believe in what she stands for You know She's got a plan for us And which the other one does not I identify Republican policies Much more strongly than I do Democratic policies I would say much more policies I'm a middle of the road Republican But I just don't like Trump I voted for him last time I didn't understand 希望保密的选民关切议题和川普支持者接近 和2020外嫌表态支持川普大不同 倒向2016年不表态的支持川普沉默选民 TVB的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亚特兰大报导 马丁投转到新墨西哥州来看看 这里举行了航空飞行展 而且邀请到的是曾经担任好莱坞电影 捍卫战士特技教练的飞行员来表演 结果就出了非常严重的意外 他的坐机呢在尝试坐空中翻转的时候失控 最后整架飞机是直线往下坠毁 而这名特技飞行员也不幸身亡了 而隔天呢在德州的休士顿又发生了直升机撞回电塔的意外 造成四个人死亡 单翼飞机加速奔向天空 伴随音乐在空中帅气连翻三圈 众目睽睽之下突然失去动力倒栽葱般的直线往下坠 这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举办的航空飞行展 代号Truck的特技飞行员受邀演出 已人驾驶双座位特技单翼飞机 裁缸大线身手飞机旧失控 坠落在机场附近约800公尺处 目击民众陷入慌乱忍不住尖叫 来自加州的Truck飞行时间超过一万小时 还曾担任阿堂哥的电影捍卫战士当中演员的特技飞行教练 经验丰富却命丧最爱的飞行航空展也紧急喊咖 没想到隔天在德州休士顿一下直升机撞上无线电塔 撞机画面曝光夜空中炸裂一道闪光 直升机和无线电塔双双坠落 直升机坠毁引发熊熊大火 机上四人全数罹难 其中一人还仅是儿童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介入调查 但缺少关键黑盒子必须花更多时间采集证据 厘清事故原因 T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台湾的天气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台北跟宜兰呢 今天晚间到明天 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当然这个天气状态呢 也跟行程的台风谈美脱不了关系 目前它距离台湾呢 有超过一千多公里 不过因为东北风再加上外围环流的共伴效应影响 所以呢预计周四周五呢 宜兰花洞地区雨势恐怕会很剧烈 那甚至山区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东南方一千一百多公里的海面上 那在今天清晨两点行程的第20号台风谈美 那预计呢 它会往旅宋岛的北端前进 谈美台风行程后 以每小时18公里向西北溪移动 进中心最大风速每秒18公尺 瞬间最大阵风每秒25公尺 七级风暴风半径150公里 在周三晚间八点暴风圈就会触及旅宋岛后登陆 周四中心穿越 周五早上八点暴风圈脱离旅宋岛 通过台湾附近的时候 它的强度呢 是以轻度台风上限 以这样的路径趋势上来看 它发布警报的几率是相对比较低的 西想专家林德恩分析 太平洋高压提早东退 北方高压接手导引 台美向西的运动分量增加了 速度也快6到12小时 路径越往南修 影响台湾最显著时间 提早到周三到周五 向粉砖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也说 台美穿越菲律宾进入南海这段时间 外围环流移入中央山脉阻隔 宜花东恒春 基隆北海岸 台北东侧 这六个地点雨时长雨势也很大 虽然台美临台湾蛮远的 但要小心外围环流和东北风符合 形成的共伴效应 降雨时日图看 周二周三东北风增强 北东宜兰会有大雨或豪雨 最剧烈的时候 就在周四周五东北风加外围环流 宜花东山区都下到发紫发白 其中宜花东山区 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 周六虽然趋缓 但东侧还是有局部豪雨 CNN预估在旅宋岛部分地区 累积雨量达到500毫米 届时旅宋岛南部 可能看到淹水灾情 这几天要到旅宋岛旅游 也要注意安全 TV新闻王羡浪 董明浩草任 SNS小组台北才忘不到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